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如果今天有扇子就好了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们来说民俗当中 有很多节 上元中元下元节 是一年当中补财库的最佳时间点 包包们今天听到赚到了 因为还来得及哦 就是明天 很多人会去拜拜 单身的去月老庙 做生意的到财神庙 求发财 1月15号元宵节是补年运 补年头运啊 年头运来补起来 加持上半年的财运啦 有这么一说 大家做个参考 还有一说呢 结婚的也要去拜庙 因为想来求子 据说有一说是 钻花灯求子啊 现灯求丁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呢 如果说夫妻俩在元宵节当天 到花灯底下去钻灯脚 据说有望获得 儿子是不是 儿子女儿都好 有望求子成功 另外一派也说呢 现灯求丁也可以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些古装剧 你们一定有看到 不是这个男女主角 都会提着这个灯笼 花灯 为什么要提灯笼呢 原来啊 就是提着灯笼 到附近的庙宇去 向神明祈求顺利的求到宝宝 获得孩子 然后参拜之后呢 把灯笼留在庙宇当中 原来是有这么一说的 不过这年头 你千万不要把灯笼 留在庙宇当中好不好 这个庙方可是会疯掉的 想说啊 怎么这么多人来留 好另外呢 未婚女性要求好姻缘 各位来了 明天 制作人你会帮我准备葱吗 因为呢 各位宝宝 明天要买青葱啊 让月光照整晚之后 放在房间里面三天 放这么久哦 据说可以 寻得良缘 好原来是这么一说是不是 求赐良缘 葱 好吧 放三天 那就放三天 还有明天有一些小禁忌 提供给大家知道 元宵节的时候 还没过完年嘛 元宵节还算是过年 不要穿破衣 天哪 这个对我来说 因为我裤子每一条都破 我喜欢破裤 明天不穿破裤好不好 破衣破裤破袜子 通通都不要穿 再严谨一点哦 身上的所有的东西哦 有破的都不要 如果说要参加别人的寿宴呢 虽然说不用 就是穿得太华丽 但是呢 也不必花大钱来买新衣服 干干净净 整整节节就是这样子了 好为了讨这个好彩头啊 我们就是 有一些话 我们就是当做参考 还有一个很重要耶 据说元宵节这一天怎么样 不借贷啊 手头比较紧 跟别人借钱或借别人钱都算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都还不知道有这么多习俗呢 这是我们制作人这个圈圈巽 还有我们的小编来帮我们做整理的 好在这边有一些 原来是说哦 我看到了 如果说借给别人 你的财运会被借走 嗯 哈哈哈哈 好总的言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明天元宵节嘛 在这边先祝大家元宵团圆 元宵节是不是要吃什么东西啊 是吃汤圆吗 汤圆还吃元宵 好元宵节 不管吃什么都好 吃汉堡也可以 哈哈 好元宵节最应景的 我告诉大家 市场里面很多商机又来了 哦这个画面 啊看起来你知道就是 团团圆圆圆圆圆满满 我们带大家来这个台中的第二市场走一趟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老店都在卖什么呢 有点好吃呢 一起来品尝 一颗颗元宵裹着糯米粉 顺着面包师傅的动作 移上一下一天一后来回滚动 在跳动翻滚间元宵粘果成皮 师傅还会是情况出手塑形 让元宵变得更圆更大 明年到元宵节前 业者就会在店门口搭起棚子 重现传统的滚元宵 元宵是应景的东西 那他每年都有卖 觉得都很好吃 所以我都每年都有来买这样子 坚持古法 手摇出饱满元宵 虽然费工但口感更扎实有嚼劲 大概每天的数量是100盒到200盒之间 那最后元宵当天的话 会超过300盒 同样强调纯手工 台中第二市场内的老摊 夏天买米苔木 冬天就买咸汤圆 包裹着鲜肉的大汤圆 滚水里翻动 猪收后加入青菜肉燥 淋上特制汤头 大口咬下外皮Q弹有嚼劲 实在美味 刚好过来然后就看到元宵的汤圆 不少老饕一早就来品尝 来上一碗 元宵节前后业者生意兴隆 因为这家是老店老牌子 它的汤圆非常好吃 咸的甜的各有所好 元宵节吃汤圆 象征团圆美满 应景也法祝福 吃下肚 就杨基丹景陈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